台湾四面环海 位除世界三大航线枢纽 在全球海运经营环境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是名列世界前茅的海运大国 交通部航港局于101年正式成立 专责航政与港政之公权利业务 设置六大组别与四大航务中心 肩负航运、船舶、船员、海市、商港 与自由贸易港区的监督发展 提供航港六大业别在地服务 身为我国海运的领航者 航港局以前瞻创新思维 建立优质产业营运环境 推动全方位的航安监控 营造安全有序的航行空间 发展丰富多元的蓝色公路 达成航运永续经营的目标 航港局以守护产业、客运、货运发展为本 不断提升航安、港安、船安、仁安之整体管理效能 强化航行监控、预警、通报及应变不量 透过巨量分析与人工智慧科技 分秒掌控我国海域船舶航行安全 加强港口国监督检查 国际评比连续获得东京备忘录摆名单 与美国21世纪优质船舶计划传奇国的殊荣 因应风电发展 提升船员专业技能 从培训、测验到就业 教、训、考、用、培育专业科技的优质海事人才 并建置MTNET 2.0系统 提供更便捷的航港资讯服务 提升国内交通船、码头安全及旅运品质 完善海运通用无障碍设施 落实以人为本理念 积极于世界接轨 透过国际合作交流 提升台湾能见度 航港局前瞻筹谋 促进产业发展 守护航运安全 落实人本航港 提升服务品质 领航海运有序 交通过航港局 专业前瞻卓越领航 对手宏